大家好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給通勤組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4月18號禮拜一 以下就是今天的盤後碎碎念 好看到今天大盤 今天大盤跌了105點 那反正又是一個非常鳥的盤 那可是說今天盤鳥了其實倒也不至於 就是說可以看到還是有一些股票是蠻強的 那今天的主要族群是在於說像生技股 或是像是一些比如說像是肥料今天又上來了 那我這樣講就是說其實以今天的大盤狀況來說 如果我們單純看指數的話 憑良心說不好看 但是個股的部分其實倒還是能夠接受的 為什麼能這樣講最近啊我們看到之前一段時間 那個誰金融股很強 對金融股之前漲超多的 像富邦金漲的算少了 像開發金或是像是玉山金都漲很多 然後我記得有在節目跟大家講說奇怪 美國的金融股都沒有漲 台灣的都在漲什麼意思看都看不懂 因為你想如果說以升息的狀況來說好了 假設美國今天要升6次 那當然你美國的金融股 是一個好 應該算是一個好的消息 但是台灣呢 台灣有升到6次嗎 我個人覺得機會不大啦 然後在上禮拜的時候 我們的央行總裁也出來說了 說金融股不會升這麼多次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在這一天出來之後那個金融股開始傻 那其實在之前就跟大家提過 關於說是金融股這一部分 就覺得說 台灣這邊比較像是一個控盤的工具 它不會是一個真的有比較太大的實質力多 所以這個是在金融股的部分 反正之前跟大家說過我就是我會選擇去避開這個東西 那再來就是今天比較重的 還是在鋼鐵股的部分 鋼鐵股我在禮拜天的文章跟大家提到嘛 我說就是 雖然說它有一個複數的題材 但是我不會因為這樣去追 因為我覺得短線真的是漲太多了 那可以看到今天像 比如說像是張元 張元又跌下來 或是像什麼 龍鋼之類的 只是這些之前漲多的鋼鐵股 現在今天又跌下來 那反正會講這些東西的原因就要跟大家說 就是現在的狀況是說 可能你看到某些股票 好像蠻強的衝上去 但是你要記得 先落跑 因為盤勢不穩 變成說大家對於持股 手中的持股 他就不會想說我要一直在抱著 因為大家會怕說萬一盤勢反轉 或是再跌更深了 那會不會我手中原本的獲利也開始下降 所以變成說現在大家的情況就是一個 看到有漲 有賺 好那時候先落跑 像我個人也是一樣 那只是說呢我覺得說最近的盤勢 會比較不好做的原因是在於說就是 第一個接受比較快 那接受比較快之外呢 變成說你很多在點位上 你就要抓得比較準 像在今天早上吧 這個是我今天早上在跟學生在講 因為 有人來報名上課會有這個Light 那在9點大概52分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盤忍下來了 就感覺這邊各個還有震盪 那當然 這個東西我是看錯 因為我覺得會是震盪 結果沒有想到指數是跌了一個亂七八糟 可以看到9點52分大概是在 這個位置 看一下9點52 大概這邊 這邊 52大概這個位置 還在一個蠻高的位置 大概在52這邊 這大概在169 9多少這邊附近 那講完之後你看到後來就一路殺下來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 看盤的一個 MEGA就是說 我們在看這個盤的時候對早盤很強開低之後一路往上拉 但是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現在這種狀況他開低之後往上拉 那會不會有人是 這一段可能是強短的買盤 為什麼會這樣想因為如果說假設我這樣講假設 假設現在的大盤是 他能夠 站得上這一條五日均線 我這樣講假設現在的盤是他能夠站上五日均線 那像這種開低往上拉那當然是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但是現在大半還在五日均線下方 變成說 你在看 這種狀況的時候你就會去思考就是說他這個往上拉 他會不會有點是那種拉甲的味道 那再加上說當時候看到當時就是大概52分這個附近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股票開始就是上不去了 所以說其實那時候我就跟學生講說 就是 盤冷下來可能要開始震盪 但我沒有想過後來會一樣一路殺 我可能只覺得說他是一個 橫向震盪 然後可能就是 沒什麼動靜這樣子 不過 其實我覺得說這個就是一個看盤的美感 但是我也是從這個地方去想到就是說 現在大家在看盤 應該會覺得很難的原因就是因為 就是這很細節的部分是你要怎麼樣去留意到 就我覺得說 如果是個比較 可能沒有經驗的話 在看這個盤我覺得是會蠻難看的 因為 有些短線上的轉折你可能看到指數很強對不對 那時候朋友來跟我說那個指數快翻紅了 在這個位置 說那個指數快翻紅了 16999 快翻紅 大家很興奮 說今天要漲了這樣子 結果那時候看不太對勁 上不去你知道嗎 有時候這種上不去 就要知道 好像怪怪的 那反正這個是今天的一個小插曲 就覺得說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那再來我覺得說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段時間很難看的原因 就在說 就是你個股的點位 你要抓得很準 像比如說一樣是這個是學生的對話 他這張股票是合一 1709合一 大家可以看到當時候合一 就是在 這個時候吧 他問我的時候是大概11點36分的時候 當時候合一還是一個 收紅的 你看到當天KBOX還是收紅的 那 他是把壓力線劃在29塊 那我那時候跟他說 就是壓力線 不是在那一條 是在更高的29.3這個位置 好那時候他想說 奇怪29塊的壓力跟29.3的壓力有差很多嗎 差1%有差很多嗎 我跟你講差超多 為什麼 你看喔 如果我們看 1709 你看喔 他的壓力線 當時候我畫給他的是在 在這邊 用 這一根K棒的高點 來畫 這一根 那可是那個同學他是畫在哪裡 他是畫在29塊 那如果畫在29塊的話 變成說是 整根K棒 都有站上壓力 你去想 突破壓力有分兩種 一種是 整根K棒站上 另外一種是只有半根站上 你覺得哪一種會比較強 一定是整根K棒 所以他壓力線劃在29塊 變成說他是整根K棒都站在上面 那按照我們的 操作邏輯來說 你整根K棒 開盤跳過壓力 你是不是就可以進場了 對吧 那可是 重點什麼 重點是他的壓力畫錯 所以變成說他如果進場 他就是一個 錯誤的進場模式 所以你看 有沒有差很多 其實我個人覺得差蠻多的 當時他11點多的時候 他問我 還在29.7這邊 結果收盤 直接殺回來平盤 那這種狀況變成說你看 原本他是一根SOHO的紅K 這樣來看應該是個比較漂亮的吧 但如果今天變成是一個 比較長的上影線 那這樣子的K棒 是不是就比較難看了 所以我覺得 就是總結以上兩點 這是我覺得在最近的盤勢 大家會覺得 很難操作的原因 就是因為 有時候我們 我這樣講盤好的時候 你可以對壓力 不要這麼斤斤計較 就是 盤好的時候大家會有追價的買盤 但是那盤不好的時候 變成說市場的買盤已經很少了 那這些買盤就會 集中在一些 更強勢的股票上面 那更強勢的股票上面 他才可以把股價推上去 你才有 有獲利的空間 所以為什麼大家在最近爛盤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好像很難做這樣 可能原本看他突破壓力 那可能就是後來就殺下來 那這個東西就是跟你說 跟大家說 就是 在壓力點的判斷上 我覺得蠻重要 就差一點點可能就差很多 因為你差一點點 大家看到壓力沒站上 就不會有所謂的追價買盤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 尷尬的狀況 那像 最近我自己的操作 像上禮拜五 我是去 做他 那 上禮拜五 禮拜五這個 那我的想法還是很簡單 就是去找 強勢的股票 什麼叫強勢 上禮拜五大盤跌得很慘 那我就去找那種可以漲的股票 當然這種股票不是叫他去追 因為 像這種股票其實他 風險蠻大的 因為他到現在還沒公佈營收 他本身是做那個 飯店業的 就是大略他做那個飯店業然後做一些那個什麼婚禮的 那可是現在他做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瘋成這個樣子 你說他婚禮會多好 那當然他的 他的題材是他有防疫旅館 那這個東西就是額外再說 因為我對他基本面 其實也不是這麼的了解 但是其實跟大家說就是 現在的操作就是把握個重點 就是去 找強勢的股票來撞就對了 就是你知道 看誰搶的 誰還能撐在均線上的 然後誰都不會跌的 誰還能創新高的 那種股票就是我會去做的 就是我會希望說現在 因為市場上的資金都是 往這些強的股票去撞 但不過今天 大概殺下來我也跑了啦 我覺得我沒有 我沒有賣來漲停板 就是殺下來之後我也跑 就是 沒有想到收盤 怎麼漲停板呢 那反正我就是拿我該拿到的錢 因為現在的 盤勢不穩 我就是拿我該拿到的錢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反正 這觀念我覺得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 去看一下盤勢 誰強 你就會做誰 如果沒有這麼強的話 我也不會想說我要去提前佈局 因為 我覺得提前佈局 的風險還蠻大的 現在 一個不留意可能 指數的殺下來 所以說 我的想法就是看當天誰強 我再來做誰 剩下來我就不再多想 OK 那這個東西 我知道對於大家來說 可能會有 一點點的難度 但是 沒有辦法 因為盤很爛 盤很爛的情況之下 你就只好用這些 就是比較 稍微快進快出的方法 那今天盤勢除了 這些股票之外 今天比較強在生計股 像生計股 看一下 像泰伯 泰伯今天就不怎麼樣 我之前在 那個文章 在假日文章 跟大家說過 我說 泰伯的檢測試劑要降價 那你降價對於他來說 就是一個壞事 因為 你想嘛 你的檢測試劑降價 你可能會有營收 但是你的毛利可能就會下降 所以說泰伯下來 然後 到 4133 雅諾法今天開滿到跌停 但是 檢測試劑除了泰伯跟雅諾法之外 像保齡今天還到漲停板 這個就蠻意外的 但除了保齡之外 今天可以看到很多的生計股 莫名其妙很奇怪的生計股 1762 什麼中化生 1701的中化 就你看到這種 100年沒動過的股票 都在動了 所以我覺得說這邊的生計股 已經開始有一點點就是 那種過熱的感覺 已經不知道該炒什麼題材 然後反正來炒生計股 所以你看到像這種中化啦 或 很大肌 一根大大的紅紅的粗粗的棒子這樣子 對不對這麼大一根 我就覺得說 生計股短線上看起來也有點過熱 因為從原本的試劑 你說炒泰伯 我能夠接受 因為 因為起碼我們知道疫情很嚴重 那你需要一些檢測試劑 所以炒泰伯 炒雅諾法 我可以接受 但是領頭羊已經不見了 然後反而是資金跑到其他的 小的族群上 小的羊上 我就覺得說這個族群稍微有點過熱了 所以今天 雖然說生計股 整體來說算強 但是我也沒有這麼想要去碰了 那今天還有一個族群是罐頭 比如說像上禮拜的愛滋味 或像是泰山 上禮拜五的時候那個看到 我跟大家開玩笑 就是從那個 原本是長肥料 再來長到龍眼 然後再來長到罐頭 現在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殯葬業的那個三寶這樣子 肥料 龍眼然後跟罐頭 那可是罐頭你看像 上禮拜很強 就今天 去追罐頭了怎麼樣 真的都變罐頭了 真的是他今天真的是變罐頭塔 所以說現在狀況就是 你看到誰強 那你不要想說隔天你就跑去追 因為這種變成說 風險很大 當然你說老是我可以買在這邊 我可以買在這個地方 然後賣在這個地方 那你好棒棒 如果你能買在這個低點 然後賣在一個 相對高點 那當然也是OK 就是你可以用這種短線方式來操作 但是你也是短線 你又不可能說我可以買的放著 對不對 你也是短線 變成說其實 現在的行情 大家會覺得很難 就是因為他變成說他跑得很快 然後一天 只有一個族群 那以現在狀況是一天還有一個族群 我覺得就是好的 最怕是連 族群性都沒有 我這樣講如果你看到有天連族群性都沒有 那這個盤就真的很可怕 真的會很難做 現在好歹你還可以看到有一些族群 可以冒出頭來 好不好 所以說 我覺得大家還是 能把握就盡量把握啦 因為我不知道說 接下來會不會連族群性都不見 如果連族群性都不見的話 那這個盤就很可怕 那可是如果你發現 族群性還在 而且他是有延續力道的話 那這個盤就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所以 接下來看盤好或盤不好 就看這個東西 族群性有沒有消失 如果族群性消失的話 那這個盤真的會很可怕 那如果族群性是延續的 而且能夠長得很遠 那這個盤可能 風氣就會變好 那這樣大家操作的勝率 可能就比較高 那我也會把資金再放大一點點來操作 不然現在都是一個 很小很小的部位 在那邊就是維持自己的盤感 這樣子 好吧 那還是來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好了 首先第1個看到 Aida 感謝老師精闢的講解 香氣溫老師今天 喔不是喔 這是4月14號 長榮行股價 開盤低跟5分 老師沒有買的原因是預估量放大來做判斷依據嗎 對我在 我在這一天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在這一天的直播吧 我跟大家說我把長榮行賣掉 對然後就隔天 夭壽 隔天噴上去 隔天噴上去然後我還想 我還在社團發文跟大家說 我的飛機飛走了這樣子 然後下面還在笑我 說他那個是不是信心不足被洗掉之類的 那現在不知道誰笑的誰 現在跌下來我怎麼買我都買得回來 因為當時我大概是賣在這附近吧 大概賣在這附近吧 所以說現在怎麼買我都買得回來好嗎 我可以有5%的空間 那為什麼會這一根沒有去追呢 因為這一根 憑良心說他蠻漂亮但是我為什麼沒有去追 應該這樣說就是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他量說他當天預估量是萎縮的 像我要去追一檔股票 假設早盤我要去追一檔股票 我會去看的一定是他預估量的放大 像這一天的時候就是在4月14這一天他的預估量是縮的 所以我就一直很猶豫我要不要去買 那後來猶豫一下之後他還上去的時候就算了 那反正 就沒買到吧 那再來 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 在上禮拜禮拜五的時候他 還是長這樣子 算還蠻漂亮但是我通常 不會太 喜歡在 禮拜五的時候去追這種 大紅K棒的股票 就是你去想喔 禮拜五是一個禮拜一個週限結束 週限結束如果他 他紅K棒太大根你就去想說 他會不會下禮拜漲不上去 所以說通常在禮拜五的時候 我不太愛去追這種 大紅K棒的股票 那像他剛問的是禮拜四 禮拜四就禮拜五就差一天而已 那如果禮拜四你 衝不上去禮拜五衝不上去 今天不就跌下來了 所以說在 選股的時候就是 在比如說像現在是禮拜一禮拜二 我會比較喜歡有 過 上禮拜高點的股票 這種股票會比較強 那如果在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我會去選 K棒不要太大根紅K棒的股票 這樣我會比較好 所以你看像上禮拜五我去 買 大略其實 他的觀念一樣就是 他漲不多 他漲不多 那 漲不多的股票我覺得說他我才可以去做一些隔日充啊或是一些 能夠去放 的那種概念 那可是像上禮拜的常常行變說他的週限是已經 有點太大根了 太大根的情況下我就會比較不喜歡去追 所以 反正跌下來 那我覺得說就看他有沒有止跌 有止跌我再來 沒有止跌就算了 反正 現在怎麼買都應該還是在我的當時的成本之下 所以我覺得 還OK啦 反正就是等他看到有沒有站在五日線再說吧 再來看到第二個 圓桓阿伯 看了很久的阿信 有加會員給你一個讚 感謝 阿伯的收看 再來看到Eric 感謝老師 裴波 很可愛的一個喬吧 9958世紀鋼 世紀鋼今天的狀況算強 可是你看世紀鋼 他變成說他的上禮拜也是一根很大根的紅K棒 那我覺得在看世紀鋼的時候我會把上尾頭控一起來看 像上尾頭控他本身的強度是比世紀鋼要強 就是因為他上禮拜漲停板 但是像這種股票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他禮拜五的這一根 C根很大根的紅K棒 那股價拉到漲停板 但是 今天 C根更大根的紅K棒 但是股價卻沒有上 其實我覺得上尾頭控今天很賤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 今天這一根 有一點 有一點在出貨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 當然我不知道會不會確定出貨 但是我覺得他今天這根很賤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上尾頭控怎麼走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東西已經在盤中看到的時候 我想說 要騙人這樣子 在 你看喔 上禮拜五 給大家看一下 左邊這一張黃色框框的 是 今天的上尾頭控 右邊這一張右下角的 右下角這個綠色框框 是上禮拜五的上尾頭控 你看喔如果我們把 我們把這一段 先把它折起來 把它折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超像 你有沒有覺得超像 兩張圖超像 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是右下的綠色框框 長這個樣子 後來股價拉到長 現在大家看到 今天大家看到 長這樣 你覺得大家會去追 我覺得一定會 所以說在 看這張圖的時候 我在盤中我看到 上尾頭控突然拉起來 但是 他拉起來的情況下 我第一個想法是 你上禮拜五長這樣子 難道你今天又要長一樣嗎 我覺得 這種機率比較低 但是 散戶會覺得說 你上禮拜五長這個樣子 那你會不會今天又長這樣子 那主力就是用這種印象 就我跟大家分享過一個觀念叫印象 我的筆怎麼不見了 印 印怎麼寫 不會寫 為什麼忘記印怎麼寫 印象 就大家會 主力會用這種印象 讓大家覺得說 我上禮拜五這樣做 我後來股價拉到長停板 但是我今天這樣做的 很抱歉 就沒有上去 所以我覺得今天一定會有 蠻多人去接的 就是蠻多人去接 那如果蠻多人去接的話 我是主力我會趁機到 而且我不會 我不會倒的太用力 我會慢慢丟 慢慢丟 這樣 還是會有人來接 所以說我覺得 今天的風力發電 沒有這麼漂亮 就沒有這麼漂亮 除非那如果像這種 可以要轉牆的話 就是看 今天的高點有沒有過 如果今天高點有過 那代表說我看的是錯的 那可能他還是 能夠持續轉牆 那如果說今天高點沒過 那就表示 今天應該是 有人在出貨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出貨 但是我只是說 用我盤中看到的狀況 去來做這個分析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 如果上尾頭控走弱的話 當然我相信 四季剛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畢竟都是同一個族群 都同樣都是風力發電 大概這樣子 再來看到下一個 小花 1605華仙 華仙真的好強喔 他今天還在這樣漲 其實華仙這間公司 本來都看不起他 交加股票對不對 不能亂罵 但人家現在華仙很厲害 他這個東西 那麼超強 你知道嗎 這是華仙 這是我去看 他的那個 新聞 他在 佈局這個 涅礦 我們都知道嘛 電動車你需要電池 那你電池 什麼硫酸涅之類的 結果現在華仙是跟誰合作 他跟那個 新山集團 跟印尼最大 涅廠 涅礦開發 等於說 他原本是做電線電 他現在變電動車概念股了 所以 大概可以想得到就是說 為什麼投信 就是會 在 過去一段時間這樣子 拚命去買他 大概可以理解 但是 你說要去接嗎 也 不是很好去接 因為他一直不回頭 你知道嗎 狼若回頭 不是報恩 就是報酬 股價回頭 怎麼樣 通常都是要回到撒泥頭 所以說其實 像 漲那麼多了 然後他又不回頭 我會覺得說這個好難 然後再來看到華仙集團 另外一間叫金星 金星 也是 出貨給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就是那個 中國大陸最大的電池廠 可是寧德時代 不是寧德時代 金星今天的股價有點弱 所以說華仙在這邊 我就是想說先看看好了 我沒有想要進去 因為如果 理論上來說應該會同族群的一起搶 尤其是金星 他又是出貨給寧德時代的 那可他今天卻走弱了 變成說 同樣電池的華仙 那也很怕說他會被待賽 你知道嗎 好吧這下一個 再看到 宜璇琳打疫苗後繼的休息 其實打疫苗我之後沒有怎麼樣 因為我是打第一季 當他說第一季的莫德納都不會怎麼樣 我打完就一直昏睡 每天在那邊睡 然後我就覺得睡到屁股好痛 我不知道為什麼屁股超痛 再來 看到 無水晶 穿這樣很有精神 很亮眼 如果能一到五不同色的襯衫也不錯 我是穿襯衫嗎 真的我是穿襯衫 其實我 衣服真的不多 因為我很 不知道說要去什麼 買東西 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買 所以我其實沒有什麼襯衫 因為我也不在逛街 然後我也 沒有很愛買東西 我對物質的慾望其實還好 所以 可能 是在跟我講要我去買襯衫了嗎 再來看到下一個 這是什麼 Chen 這不會念 行為1560的中殺 1560的中殺 這個東西 今天 這個我就沒有截圖了 但是我今天在盤中 大概在這個時間吧 這個有憑有據的我這樣講就是 這個東西是有憑雖然說我沒有把解圖解下來但是這些東西都是有憑有據 因為我不知道他有問中殺所以我就沒有解圖 但今天在這個時間點 有個同學在問我 他說 中殺今天上來 然後我就回他說 這個地方 是壓力點 結果我後來看到就一路下來 就是 我覺得現在大家很難的是說你看到一檔股票可能很強 對盤中衝又可能很強但是 你要去想的時候說這個地方會不會它就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說 中殺我覺得 就是 對 他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壓力 但我這個東西不是馬後炮 只是說因為剛好有人問我 那當然你想看截圖也可以 那或是說你想 就是說 不知道因為我們怕他現在很怕酸民 你知道嗎 結果大家說你說這樣子怎麼樣之類的都是馬後炮 怎麼樣 可是 我只是沒有把圖片解下來而已 但是事實上都有這些 像比如說那個 股票 就是有做到這些漲停板的股票是唬爛什麼之類的 這是什麼要唬爛的啊無聊死 那 反正以中殺的狀況 就是說 就是我覺得啦這檔股票要強啦 那你要重新能夠站上無日線 然後呢要去想就是說 他現在壓力是低的喔你看到扣底債這麼低 基準價這麼低 如果這兩天還站不回去喔 再過兩天之後 你有發現他的壓力還變大了 所以這種就 比較討厭了 所以中殺的狀況 我覺得 就沒有這麼強啦 憑良心說沒有這麼強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這檔股票要轉強的話 現在要轉強的話 你要記得就是上個月的高點要能夠衝得過去 如果這檔 這一檔股票上個月的高點一直衝不過去 那 就是 沒有特別強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跟大家講就是沒有特別強 那我不能跟你說買或是賣 那我只能跟你說沒有特別強 我記得在之前在分享 匯光的時候跟大家講過嗎 媽啊真的超級無理強 那我為什麼會看他就是因為 他有過 上個月的高點 就是反正我的想法就很簡單 就是你如果去找這種 有過高點的 你上個月高點過了好你過我就去敲你 就這樣子 我過了就敲你 像 大略也是一樣的狀況 你看上個月的高點 在上禮拜有沒有過 有過好我就進 那如果沒有過呢 那我就是 就看別的 雖然說匯光我現在我也被洗掉了 但是 他好歹讓我賺到錢 那只是說我們在選股的過程 就是看說到底誰要轉強 你有找那種有轉強來做就對了 那如果沒有轉強你也不要想要去佈局 你等他轉強之後 再來做 OK 再來看看下一個 邵宏傑請問一下3059的華金科 他很有禮貌還說謝謝 真的是不客氣 華金科也是一樣 你看 就是 今天還在創新低 我這種股票真可怕 你知道嗎 其實 現在這種股票你看他連 之前的低點都跌破了 這種股票其實 我個人就是 非常不愛這種弱勢股 尤其是 他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 他的所有均線 就會變成是一個 空頭排列的 這種就很可怕 所以這種股票其實 我個人 比較 不會想要去碰 那只是說 當然我不知道你是買多少 或是你可能現在才想要買 但是我個人說我不會去碰這種 因為我覺得說 他的線型 不是我喜歡的狀態 好那反正我就是 最後下個結論就是 不管怎麼樣 反正現在的盤 我知道 很不好做 那很不好做的情況在 你就是一定要去找那種強的股票來打 那我再舉個例子 就像剛剛大略為什麼我去找他 因為他才 剛過 他在上禮拜我才剛過 上個月的高點 就沒有過很多 那你不要想說那個老師 惠光他有過上個月的高點 那我現在去買他可不可以 那可是你要想他已經過多少 他已經過這麼多了 過這麼多了 上個月高點多少 47塊現在已經63塊 過多少 過應該有四成了吧 過太多了 那你這種就算了 去找那種剛過的 我覺得會比較 有一些好的報酬 比較好的報酬 那如果說 沒有找到這種股票 你也不用 急著去操作 反正錢放口袋不會咬人 那最近就是 有看到符合我們訊號 我們在操作 這樣就好OK嗎 好啦看完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的通知內容 我是阿信 我們明天見拜拜 高級字兔 我們就好看大家 如果不記得按讚 我們下一次 各位 進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